44岁的大陆第一小生黄晓明 与小他12岁的Angela Baby 婚变传了多年 经28日 两人双双已感恩过去所有未来人世家园 承认离婚 过往甜蜜成了泡雨 让人不声唏嘘 尤其两人当年任恋 结婚都相当高调 2015年黄晓明砸了约十一台 在上海展览中心 行世纪婚宴 演艺圈中一半的名人都受邀出喜 完全可历 先前周杰伦与婚龄的世纪城堡婚礼 而黄晓明的婚宴更有巧思 藏了我爱妻527密码 象征对贝比此生不渝 如今看来令人唏嘘 黄晓明2015年10月8日在上台举行世纪婚礼 在晚宴前 一行人先在郭特曼利斯卡尔顿酒店举行 允许离室 小两口当时换上红色中国古装 看来喜气满满 黄晓明更是找来十多辆名车允许飞饼 包含红色法拉利和李车黑色劳斯莱斯 价值上千万 黄博 黄博 如今 王思聪 林新阳担任伴郎 你等人则穿上水蓝色珠式礼徒担任伴郎 你将王悦伦的女儿王诗林将担任花红 两人先前为了婚礼也设计了主视觉啊 被问到为何不是他 婚礼仇伟会笑说他看来太不严肃了 所以才用啊 但对于花了多少钱却无法透露 请说这辈子只办得起这一次婚礼 你懂的 黄晓明婚前就多次表现出对baby的丑爱 不仅生日送上名车 结婚前不仅送了5.5克拉的鸽子弹钻戒 还请顶级品牌Charmie 定做一个价值连城的皇冠 想让太太度过一个宛如童话的婚礼 而为了打造完美的婚宴会场 黄晓明更是花费苦心 将上海展览中心布置成西式童话公园 以浪漫的白色为主调 并以美丽光辉城堡水晶吊灯底 最温馨又大气 内场光是主舞台的 恩涵就长达数十公尺 以颁奖原理分尽的 为了这次梦幻婚礼 黄晓明将所有的浪漫场景 与元素都搬进会场 并把主舞台设计成城堡的样子 请来200多名服务生 等着伺候2000多名宾客 并邀请120位顶级厨师 公调出 贝宾喜欢的上海家常菜 现场黄晓明更公开表示 建立了一个关爱宝贝基金 将两人的小爱变成大爱 资助了527位小朋友 也象征527位爱妻 黄晓明当时霸气对太太说 就让我把你宠坏吧 这样别人就抢不走你了 黄晓明为了让贝宾高兴 更在婚宴上设计不少桥段 开场音乐选放小贾斯丁的贝宾 之后更上台化身为贝宾的 男神Bitband成员GD 大跳Fantastic贝宾 让现场气氛超级热络 交换誓词时 黄晓明则霸气总裁上身 对Baby甜蜜说 我想说我的Baby你完蛋了 接下来你等着吧 我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这么好过 除了我妈闪下在场所有来宾 只是往日幸福如今都成回忆 让人相当感慨